我不是特别喜爱登山 但登山时沿途所见所遇的种种意外 却令我心中充满喜悦 有偶遇熟视的友人的意外 有经见一株喜爱的花草的意外 更有遇到麦南的雅士的意外 他们喜欢到山上采兰花 而每当假日就在登山必经的路径上 摆上他采到的山谷幽兰 等候爱兰的山友来买兰 谈兰 登山途中能遇到这样的人 最是令我感到愉快和满足 金城登山在南港山下 偶遇一位卖兰的雅士 看他屋子坐在小溪边的榕树下 面对摆了好几十株的果蓝 有树心蓝 四季蓝 层层叠叠的带绿蓝叶 在榕树叶席光影的映照间 好像蓝的生命在那儿依慰 在那儿缠绵 是那么叫人感到一种生命的温暖 在心中荡漾 掏出擦汗的毛巾 一面擦汗 一面走向那堆晃眼的兰花 卖男者微微抬起头 从那顶宽边茂园 投过来一道河上的眼光 这些树心不错 我赞美地说 我不很懂蓝花 只是喜欢看它们 看它们夜眉如见 如君子临风 地上所摆的这些蓝花 现在谁未能见出它 如翠如玉之美 但如果经过爱兰人的润阳 必定会展现出它 娟秀之美 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只那么一盆小小天地蓝 就能活出一个优雅的完美世界 卖男者徐徐放下手上的蓝花 站了起来说 你一定是爱兰的人 于是我们隔着蓝花 谈了起来 先是站着谈 继而蹲下来谈 两人中间几是珠蓝花 就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 对我来说 金城的满箩筐的收获 实在令人欣喜 他从蓝堆中挑出一树树心蓝 用拇指与食指 轻轻从叶片上试过 看他的手至叶间伐出 那姿态美如辞醉的蝴蝶 他将蓝递给我说 这树哪回去种 看这叶子多挺啊 明年一定开花 看他一脸诚挚的笑容 有一股亲切的软流至心头流过 赶忙从口袋掏出钱递过去 他不娶 不不不 今天早上我很高兴 难得我们谈得这么愉快 虽然你谦虚 说不懂蓝 可是跟你谈蓝 却觉得另有一种情趣 我不一定要卖蓝 快乐就好啊 来来 这树你就拿回去种种看 他用和善的手势 要我拿着蓝花就离开 不要再跟他推脱 不仅使我想起 明朝金俊明所写的纪蓝 另何以时印换其蓝的故事 看两人对蓝的几分轻吃 及那种得来不易的珍惜 不觉对金城的际遇 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 回头 看到麦南人仍坐在石头上 唬弄着他的蓝花 在整个山的翠绿怀抱中 他真是一个护友 而又悠然之士 登山的人潮已渐渐退去 而仍留在满山清风绿树 麦南人 田淡半山渡清晨 何等惬意人生 想起刚才 在清爽山风中 愉快的清潭 这一段平水之风雨 情意不耕而生 不正如同中国画家 画篮子不耕而生的境界吗 好一个信箱的登山清晨 入水之风雨 Kommersi 心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